在这种现行体制下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用那个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以自由看待发展 如果我们以自由来看待发展的话 那么你这个经济发展它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那么你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制度环境 就要跟着上包括宪政转型 没有宪政转型的话 我想这经济发展要想不侵犯人权 不带来很多的问题 包括像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就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选择问题 我们国家的这种公共选择问题 它制定公共政策本来应该是个公共选择问题 就是公共政策公共决定 但实际上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现代民主的体制 它就不存在 它实际上是一个党在决定 是有官员们在决定 有一个党派面的有政府在决定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无解的问题 如果没有体制转型是无解的